位於庫斯克南部 澤萊尼施利亞赫區域往北的公路上 成為了最新的死亡公路 過去的死亡公路指的是在波斯灣戰爭時 伊拉克中甲斯從科威特往伊拉克撤退時 行進了80號公路 而被由美軍為首的聯軍發現 伊拉克軍事人員大量從這輛公路撤離之後 接連被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法國的空軍持續打擊 最終造成上千輛車輛被毀 而過去幾天在烏二戰場上的庫斯克反擊中 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位於俄國境內的這條公路上 目前可以確認的俄軍裝甲部隊損失 就超過40輛各式軍用車輛 這其中包含BTR-82A、BMP-1、BMP-4、T-72、T-62、T-55、BRDM 以及胡適裝甲車 大部分的俄國裝甲車都是被烏克蘭的自殺無人機 以及遠程火炮摧毀 從俄軍反攻開始到現在 目前有影片或是照片可以確認的俄軍摧毀裝備 數量已經超過200輛 而這條14公里的公路上 就已經出現40到50輛被打亮的俄軍裝甲車 從庫斯克攻勢發起到現在 經過接近三個月的時間 俄軍仍然沒有能力奪回被烏軍打下的突出部 而大規模的裝備損失 將會對未來俄軍的攻勢造成不小的影響 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來聊聊烏二戰場上的最新戰況 在影片開始之前 要先正宗宣布我們開啟頻道會員啦 為了要降低演算法以及黃標對頻道收益的影響 但經過兩年多的考慮之後還是決定開啟會員功能 如果有餘力想要支持我們做出不被外部影響的軍事內容 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 感謝大家 庫斯克的作戰仍然持續進行 二軍的主要攻勢仍然由西往東推 目標切斷烏軍在北邊的補給 為了要達到這樣的戰術目標 二軍部隊增援人數達到接近五萬人 遠遠超過這個區域的烏克蘭守軍 與其他防線不同的是 雙方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建立穩固而且複雜的防線 這讓裝甲部隊的運動更為容易 風險更低 傳統大規模裝甲部隊穿插具有一定的功效 然而裝甲部隊的快速突入 然而會造成被切斷後路的風險 二軍往東進攻的路線位於低處 烏軍可以從山丘上監視二軍的行動 威脅補給的車輛或是行進的裝甲部隊 然而儘管如此,烏軍的偵察行動卻非常不順利 傳統上來說,偵察主要依靠偵察機、高空無人機或是地面上的徵收設備 但因為過去幾周的濃霧,導致偵察的效率很差 而戰場上越來越常出現的無人機 也因為惡劣天氣以及強風 讓小型無人機難以高強度的對二軍進行監視 同時由於烏軍部隊在人數以及裝備數量上的劣勢 如果從北往南進攻,就會導致北方防線的兵力不足 讓二軍更有機會驅逐或是殲滅烏克蘭守軍 這導致烏軍需要由東往西與二軍正面對抗 這裡主要依靠烏軍第95獨立突擊旅 負責進行反擊二軍第55海軍步兵旅的攻勢 圖雷斯克的作戰持續進行 目前二軍已經推到城市中心 佔據城市中大約三層的建築物 而這些高樓大廈可以用於監視烏軍在附近的補給動線 為了要降低二軍的打擊效率 烏軍開始集中火力攻擊二軍最常出現的幾座高樓 並運用無人機追殺在樓房中的高價值目標 過去這樣的任務主要依靠大當量的航空炸彈 或是依靠狙擊小組直接狙殺 但現在FPV無人機的機動性完全可以升任類似的任務 而成本還小得多 除此之外 烏軍也派出小分隊的爆破小組 曾坐美國提供的M113重架車 直接推到二軍佔領的大樓下進行爆破 這樣的做法雖然風險很高 但是成本很低而且威力巨大 而這樣的襲擊成功降緩了二軍的攻勢 讓二軍把進攻目標改成先奪下城市南邊的居民區 而居民區與市中心最大的不同 就是建築物的高度以及結構上的差異 儘管現在的無人機機動性很強 用日成像找敵人效率也很不錯 但如果躲在高樓中 要快速的找到敵方單位還是有很大的難度 而且要摧毀鋼筋水泥建造的高樓也更為困難 相反的居民區中的樓房 主要都是低於兩層樓的木造小屋 這些建築物用破擊炮就可以輕鬆摧毀 狙擊二軍進攻單位的效率也高上不少 烏克蘭冬季的到來代表的是裝甲部隊 在地面上的機動性會越來越差 因此二軍想要在冬季以及春季來臨之前 占領更多陣地 就會需要在冬天完全到來之前 加快進攻的速度 二軍奪下吳赫達爾之後 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位於北邊的克拉霍夫 原來這座城市因為地理環境的狀況 一手難攻 北面有大片湖泊 東面有多座小城市以及河道 阻止裝甲部隊快速機動 唯一可行的方案 將會是從南部往北推 這也是為什麼二軍一定要拿下南部的吳赫達爾 然而拿下吳赫達爾只是往北進攻的第一步 二軍還要先拿下接近十座村莊 才能推到城市南部郊區 康拉霍夫出現了迎擊規模的二軍裝甲攻勢 二軍總共出動了24輛裝甲車以及6輛戰車 負責這次的攻擊 而不出意外的在數小時的作戰之後 其中的14輛裝甲車以及4輛戰車被摧毀 喪失作戰能力 把過半的重裝備打成廢鐵 10月18 康拉霍夫東部的戰線上 出現了另一波機械化突擊 二軍分成兩個攻擊梯隊 對巫軍防線進行打擊 總共出動33輛裝甲車 而其中的19輛在不久之後遭到摧毀 一樣是過半的裝甲車有去無回 根據ISW的報導 從7月到10月初的3個月期間 二軍總共出動4次迎擊規模的裝甲攻勢 然而在過去一週 就出現了3次迎擊規模的攻勢 這顯示二軍有意加快攻擊的速度 當然加速的後果 就是二軍需要面臨更大規模的傷亡 戰線上的變化之外 各國的軍人力道也不減反增 首先在二軍方面 最近最大的消息就是北韓加碼提供更多部隊 到戰線上與無軍正面對抗 與過去提供上萬貨櫃的軍武裝備不同 10月18 南韓的情報單位證實 北韓已經在二國內部署1500名特種部隊 而未來準備再派出大約12000人的兵力 這將會大幅度的增加烏克蘭的防禦壓力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12000人只是試探性的派兵 對北韓來說 出兵打烏克蘭是個雙贏的局面 朝鮮人民軍現役人數達到132萬人 後輩也有56萬人 同時身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獨裁的極權國家 金正恩想要動用上百萬人服役參與戰爭 也不是不可能 然而如果北韓真的持續加派兵力 北韓就會被迫下場 戰爭再次升級只會是時間問題 在軍援方面 德國在10月17日宣布新的軍援計畫 這其中包含8輛暴式主戰車 20輛馬德步兵戰車 4000架無人機 以及兩套IRST防空系統 而在這幾天之內 加拿大、荷蘭以及丹麥 同時宣布加碼增加軍援 總共撥款6.89億美金的新軍援 主要提供烏克蘭採購型的軍事裝備 以及火炮彈藥 總結來說 儘管俄軍仍然面臨不少損失 但是占據人力以及裝備上的優勢 俄軍的推進速度並沒有放緩 未來因為天氣因素 理論上可以降低裝甲部隊的機動能力 然而根據去年的作戰經驗 俄軍已經逐漸掌握在惡劣天氣下 協同作戰的能力 也就代表攻勢會減緩 但並不會對俄軍的進攻速度造成很大的影響 烏軍因為把剩餘的主要預備隊 都派到庫斯克進行作戰 導致在未來幾個月 到2025年年初 都很難發起大規模的反擊 如果北約不願意派兵支援烏克蘭 烏克蘭最好的戰術 仍然是以空間換取俄軍的傷亡 以及裝備的損失 俄軍配上北韓部隊的支援 要把人員消耗完不切實際 但是在戰場上消耗裝甲部隊 戰鬥機、防空裝備就有效得多 從過去幾個月的衛星圖中可以大約得知 以目前的消耗速度 俄軍將會在2025年到2026年之間 用盡庫存的裝備 這代表未來俄軍的消耗 只能依靠外援或是軍工廠生產的新裝備 而以目前俄國的生產速度 是遠遠跟不上戰場需求了 也就代表在2025年年末 我們就可以看到 俄軍真正的開始缺乏現代裝裝備 就在前幾天 俄軍的裝甲部隊訓練場上 就已經出現T-34以及ISU-152 這些都是貨真駕駛的二戰裝備 比過去出現的T-5、T-62還要老舊 你能想像美國打波斯灣戰爭時 派出一大堆雪曼衝鋒 伊拉克陣地是什麼神奇的景象嗎? 不用怕 未來我們還真有可能會看到 烏軍用無人機追殺俄軍T-34的畫面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